2019中国女排在世界杯上的精彩夺冠 让女排在果民的心目当中的地位不可动摇 这部中国女排也要被拍成电影了 很多女排成员在电影中扮演自己 最重要的角色郎平是由龚丽出演 当龚丽饰演的郎平现身时 网友直呼太像了 就连朱婷见到龚丽都惊出表情包 她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眉毛也是一下子跳了起来 那眼睛睁得比平常大多了 仿佛在说扮演的真的很像铁狼头啊 近日成龙现身中国女排的拍摄现场 见到龚丽还以为是郎平呢 拉起龚丽就走 这一个举动也是让大家哈哈大笑 因为龚丽扮演的郎平不光身形背影极为相似 就连神色也是相似的很 达到现在已假乱真的地步 其实为了能够演好这个角色 她近距离观察郎平 经常拿着一个小粉子寄东西 不得不说为了这个角色 龚丽也是付出了很多呀 难怪会这么像